现在全国的交通事故意外高发 平均下来每天都要发生好几个 如果在医院就会发现 每天都有交通事故的患者送进来 看着都觉得挺恐怖的 有朋友就会认为自己开车的时候 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开车仔细点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了 可是交通事故并不是说自己能预料到的 很有可能你不找他 事故就会找他 所以很多人买车都会买安全系数高一点的 可是也只能减缓严重性而已 要是有撞不坏的车就好了 日本人现在就脑洞大开 发明了一款撞不坏的车 这款车就是橡胶汽车 顾名思义在车身周围覆盖了残力橡胶 并且这种橡胶还可以根据环境和情况做一个改变 平时开的时候就跟普通汽车差不多 可是一旦发生了碰撞 这些残力橡胶就会发生作用 缓解充气垫上的冲击力 据说撞上大货车都没事 这样的话就能减少损伤 对于安全方面 这款车是可以满足需求的 关键是别看它像一辆卡通车一样 但是时速能达到60千米每小时 对于平时代步用是很足够的 这样一款车相信也没有人会开出去玩什么的吧 而且上高速的话很可能有速度限制 不过能照顾到咱们自身的安全 这样的发明还是不错的 另外别看这个橡胶不起眼 也别不相信 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塑料和橡胶的团队 在一直研发这种橡胶 这种发明叫做软聚合物智能装置 采用的是两面弹性电极和三明质结构 这种装置会由于电力而收缩或膨胀 这也是橡胶车不容易被撞烂的一个原理 这样的发明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具体的情况还得等上市之后才知道 毕竟现在还在测试中